我很高兴同首相先生我们再次见面 去年十一月我们曾经在亚太经合组织 曼谷会议期间会晤 就两国关系的战略性方向性问题交换意见 也达成了一些重要共识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 条约与法律形式确立了中日和平友好合作的大方向 强调反对霸权主义成为两国关系史上的里程碑 45年来在包括条约在内的中日四个政治文件 指引下两国关系尽管历经风雨 但总体上保持发展势头 这给两国人民带来了福祉 也为促进地区的和平发展繁荣 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前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 风险挑战乘粗不穷 和平共处 世代友好 互利合作 共同发展 是符合中日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方向 双方应该把握历史大势 顺应时代潮流 招演共同利益 脱善处理分歧 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定的各项原则 再次确认战略互惠关系定位 并赋予新的内涵 致力于构建 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